郑师傅的大众超市开在海宁市许村镇 他介绍10月中旬收到了一条手机信息 是海宁市人民法院发给他的传票等文书 让他在10月26号到第20法庭 他本来就说我买他东西就买假货什么的 那你卖的这个是清风的吗 清风的 全部我真假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上面批发上他送过来 人都送过来我就放在货脚上卖了这样子 文书列表中除了传票 还有民事起诉状 证据材料等内容 通过起诉状记者了解到 原告是金鸿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时也是清风商标的权利人 2021年5月14号 安徽一家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通过证据保全公正 在郑师傅的超市购买了一小包抽纸 经过公司鉴别 发现与公司产品不一致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 销售侵权原告商标专用权的 清风牌各类纸品的行为 赔偿原告损失5万元 公正费律师费 相对应的公正书 消费记录 购物过程照片 索购商品照片 商标注册证等内容 在证据材料中都可以查看 郑师傅提供了店里剩余的 被厂家认定为假冒产品的卫生纸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款纸究竟是真是假 说起来他这样有评有据的 是我们卖假货不错这样子 但我们真的是确实确实不知道这个事 那你觉得你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这个既然是出了这个问题 稍微少一点意识一下这样差不多 你觉得意思多少合适呢 其实这个不满 你说真的 我就是出个几百块 我的心里有点不舒服 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商家 你卖了这个假货 你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又不是说我故意去进这个假货来卖这样子 记者拨打了金红业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希望咨询一下如何辨别真假清风卫生纸 要寄食物药品啊 那个我们厂家来鉴定的 包装啊这种简单的描述 没办法帮您去确认真伪的 一般呢你要是觉得麻烦了 那么类你就可以问问这个卖家 他的这个上游是从什么取到拿货啊 那么之类的 你们公司的人在外面 有没有说取证 这些假冒伪劣商行的这种行为 我们公司的话 正常的话也有负责 那个就是打假方面的法务部门啊 那他们在实体店里面怎么去判断呢 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好判断什么实体店这种的话 肯定要有食物样品给到我们具体确认的 根据卫生纸厂家服务热线的介绍 想要判断商品的真伪 只能通过寄食物样品这种方式 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 就是溯源进货渠道 郑师傅说自己确实没有能力 判断卫生纸的真伪 在接到船票之前 也不知道自己有售假行为 他希望能够不承担责任 记者从海宁许村市场监管分局了解到 他们在日常执法过程中 遇到郑师傅所说的这种情形 是有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参考的 商标法第64条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 并说明提供者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 如果郑师傅能够证明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 并说明提供者 也许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他能够证明吗 郑师傅告诉记者 他店里的商品都是从杭州萧山一家百货商行进购的 现场他翻出了店里的进货单 不过这份进货单是去年6月份的 而有问题的这批绿色包装抽纸 生产日期是今年2月份 记者又核对了商品编码 没有在去年的进货单中找到对应商品 最终郑师傅没能提供今年跟卫生纸有关的进货单 也就是说他没法证明卫生纸是从萧山那家商行进的货 出现问题之后有没有去联系他们这个批发商那边 去问一下怎么回事 这个啊 这个我还没去问过 没去问过 那你要去问一下 他肯定会说这个东西不会说假的了 是吧 你不去问怎么知道 你要问他去哪里进货的途径 他不可能说我这个东西是假破给你 郑师傅介绍 他收到法院传票后 又让卫生纸供货商送来了八题抽纸 并保留了监控 他希望通过这个视频来证明他和对方的供货关系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萧山的这家百货商行 工作人员看了商品后表示 送货的人并不是商行员工 我家没有这个员工 这个不是你们的 对 他平时在你们这里进货吗 进的很少的 他刚开始第一批的时候就拿了这么大概有四 最多几题吧 都一年一两年了你说说下来 对 他后面都是从别的地方拿进过来的了 这个纸的生产日期是今年二月份 对啊 我今年都没怎么跟他送过 在这家百货商行 记者没有看到那种绿色包装抽纸 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也销售清风卫生纸 都是当地品牌经销商提供的 即使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进货单溯源追查 记者查看了郑师傅给卫生纸供货商付款的记录 发现55块钱付给了一位也是姓郑的师傅 这因为是那个另外一个送货的 那货到底是在这里拿的还是找这个姓郑的 我现在他这里也进他们那里也进 那假的那个纸到底是谁进的呢 假的我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怎么办呢 没有没有就去找这个人 这个人在哪里啊 这个人是只有电话号码 不知道他店在哪里啊 那你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呢 他上门这样 就是在我们店里过来这样推销的 你有没有看过人这个人的工商业业执照 那没看 那你作为一个商家 你找这样一个人去进货 不是我是在 这样的话容易出现问题吗 有没有隐患呢 隐患不隐患我们真的针脚我们都不知道 对方的微信名称是郑某某 郑师傅给对方备注的名字是 批发萧山日用百货郑某某 两人没有聊天记录 现场记者用郑师傅的微信联系了之前来送卫生纸的人 对方说自己确实没有门店 卫生纸也不是通过授权经销商渠道进的 自己有没有门店呢 我没有门店 你有没有注册经营营业执照 什么回事什么事呢 从你这里进的纸好像有点问题 我们是网上订的 网上订的 我们又用到不多 我们就是帮他拿一下 我们想见面沟通一下 看看你这个货是从哪个网上订的 确认一下这个货的真伪性 我们没有开地的 定位性我们这个东西呢 谁知道呢 这些东西我们我跟你说都没有这个货 对方挂断了语音通话 没有提供进货方式等信息 记者了解了一下 被认定为假货的纸 郑师傅采购的价格是55块8提 萧山这家百货商行以及其他超市里 没有发现同款的 类似的据说批发价是115元16提 换算成8提的话是57块5 比郑师傅采购的贵个2块多 关于郑师傅收到的传票 记者也向原告金红业纸业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了情况 公共事务部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企业正常打假正当维权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个行为并不是说针对什么人 或针对特别小的什么便利店什么的 绝对没有这个意图 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有一个正常的 这个维权行为 怎么发现这些小店里有的呢 我们的销售团队不停地在底下走访 第一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去打假 他们是要去推销售 到那发现有假的 他们肯定会让我们及时反馈的 所以我们有口头警告过 无数的说你买这个不是我们的 我没有得到过授权 我们肯定不可能说就直接动不动就起诉 这是有成本的 他们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辨别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第二我觉得作为一个开店的人 正常你拿了营业执照 你都应该知道去销售里面要相应的 我们所有的经销商都有我们的授权 经销商再往下扑货的时候 授权是可以复印给到的 所有这些被我们起诉的是 拿不出任何经销商给的 所有的这些正品授权的 他们没有继续履行 他们自己说我应该甄别 正规的这个进货的渠道 是否正品 10月26号上午 郑师傅在海宁市人民法院 参加了停钱调解 他说当天谈到的赔偿金额 他还是接受不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郑师傅的教训 希望更多的店家能够引以为戒 不管是纸巾还是其他商品 进货渠道一定要规范 这是对消费者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